销售与服务税SST是否加剧了生活成本 吴统百乐区国会议员伊斯迈·沙比利 今天在国会问答环节上质疑政府 以SST取代消费税GST是一项错误的决定 因为这违背了西蒙降低物价的承诺 但对于这项说法 财政部长林冠英就不认同了 林冠英的一句不曾保证SST会降低物价 立刻让议会厅内如炸开了锅一般 叫嚣声四起 而此时亚楼国会议员沙西弹更是脱口说出了这一句 要今天重返国会的安华 马上顶替林冠英出任财长 随后林冠英挑战伊斯迈·沙比利出示证据 证明他曾说过SST会降低物价的言论 否则的话就代表这只是在野党一味的恶意诽谤